余慧专家指出 中国是美国原料药重要来源国 武汉是很多原料药的制造中心 新冠病毒疫情对于供应链影响巨大 除了原料药 中国也是很多医疗防护用品 及医疗设备配件的重要生产国 专家建议 美国一方面要努力寻找替代来源 及建立多元供应链 不要从长远角度考虑恢复一些关键生产制造能力 本周武汉肺炎疫情成为华府关切焦点 由于疫情还在不断发展 以及对于美国医药供应链的重要影响 美国议员也希望政府能够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 新唐人记者王凯迪 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富大您流汗 富大您流汗